今早的AT個股推介建議大家留意海信家電921 選擇原因是地基電產品、機械設備、汽車和家電行業 上半年的出口呈現增長 支持相關出口股今年以來的表現強掛大使 家電股當中可以留意海信家電 海信家電日前發出了營起 預計上半年的盈利介乎13億至14億9千萬元人民幣 那年增長110%至140% 市場認為集團上半年業績大增 與空調產品暢銷相關 根據AVC數據顯示 今年1至5月 關內空調零售額按年增長36.7% 在大家電當中表現一支獨秀 6月空調企業排產量是1778萬台 增加38.6% 中央空調方面 根據產業在線數據 1至5月外銷金額按年增長54% 新聞盟聯指出 集團旗下海信日立品牌擁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 預料集團的中央空調業務 同行業景氣高度持平 海信家電年初至今反覆向上 昨天收報是19.5元 在營起消息刺激下 正挑戰前頂大約21元 突破可以大行給予它12個月的目標價 即是22.6作為目標價 回吐則適宜守著上升軌大約17.6的水平 轉來 入圈 來過